就是摆明了这个会毁掉台湾 而他们故意的还在支持这样子的公投 要求代表国民党参加中二选区 立委补选的候选人回应 是否支持藻礁公投 前立委林静怡被视为 最有可能代表民进党出战的人选 瞄准中国议题提出当时 来迎罢免陈伯伟理由之一 就是台中空屋 现在却推藻礁公投 根本逻辑不通 一个就是他们不用公 另外一种更邪恶的是 如果他明知会造成我们供电的困难 甚至造成国外那些重要产业 在台湾发展的问题 那就是很邪恶的心态了 林静怡引用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数据 位在桃园的大潭发电厂 八号机和九号机一年可发137亿度电 不过一旦藻礁公投通过 大潭八九号机无法供电 北台湾将出现供电缺口 一年必须多烧五百万吨的煤来补足 中火好不容易减煤六百万吨 恐怕前功尽弃 不过蓝营发动网络攻击 全面启动 更有人将陈柏惟和林静怡的照片合成 说他是陈柏惟第二 因为有共同的抗中保台的立场 我就叫做陈柏惟第二 那台湾大家的立场 有类似立场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林静怡也表示 去年卸任后一直有在台中跑行程 反观国民党还在纠结 严加参选与否 当初你国民党请全力罢免他 那至少我们有个合理的理由 是你有更好的候选人 要提给台中市第二选区 国民党总动员罢免陈柏惟 再推四大公投案 但不止公投案 和过去主张自相矛盾 连补选战将都还在卡关 难免被质疑 唯恐天下不乱 三连新闻黄德峰各自洋 专门期特告